首先,我們今天的樓盤是在少慶的鼎湖 鼎湖區的一個叫做好世界中心的屋台 總價只需20萬出頭就可以馬上上車做業主 周邊的話,生活配到齊全 好像街市,旁邊有一個很大的體育公園 回香港的話,我們坐在少慶東站的西九高鐵 100分鐘從樓盤回到香港西九路 我們觀眾朋友一起來看看這個好世界中心 美好灣區生活,首選行偽置業 歡迎來到我們九龍太子展銷廳了解吧 我們現在進來這個好世界中心的樓盤 其實示範單位是一個異地 加大可以上十樓梯的 是 有請我們的現場銷售同事演員和觀眾朋友一起介紹這個樓盤 好,大家好,介紹一下 首先,這個單位是45.17方 就是我們的B樓盤 B樓盤 其實是否還有其他樓盤的選擇 有,其實有ABCD 但基本上樓盤都差不多 即都是這樣的格局 格局是一樣的 格局是一樣的 最小是多少? 最小是40.17 40.17 最大是58.17 最大是58.17 即是相差20個方位左右 這個就在中間 是 好,那看看這個才是 好,那這邊也是 好,那好像陽馬間是否一個? 對,陽馬間是一個 即是做了一個 首先進來這個就是開放式的廚房 基本上我們這些面積都用到好處 然後這邊是一個衛生間 很大 對,這個衛生間比較闊 是 我想問他是包裝室還是清水樓? 我們是無屁的 哦,清水樓 OK 即是如果我想做衛生間的話 我可以不像他這樣擺放 嗯,都可以 反正衛生間就是這樣 其實陽哥也沒有問題 比較闊 所以他的位置的話 他會有很多種選擇 因為他的丫毛 空間好像是有點浪費 對,原來好像他很快 對,沒錯 OK,再看一邊 OK 我們這邊的闊度有去到9米 而且每一壺都會有個陽台 即是這個新袋是9米 是 開間是9米 開間是3米半 開間是3米半 是 震深9米 1,000呎 這裏差不多到400呎都有 我用尺數來計4 每一壺都會有陽台 這樣會比較通風透氣 每一壺 每一壺都有 無論誰會 是 這個陽台長度會有3米半 闊度是1米半 其實這個陽台也夠大 就算是主公寓的話 你外面也可以曬衣服 也沒有問題 我看到其實很高 因為我們這個高度去到4.78 可以做Loft 我們這邊的公寓全部可以做Loft 4米7、8 可以做Loft 因為它是清水、加落 至於怎樣做呢 可能就是後期裝修去 無均選擇 無均選擇 我們可以看看上面2樓 我們的廳都很闊 都可以很闊 很方正 戶型比較好 很少有四十幾成 四十五平 一個三米半的客廳 長度9米 長度黑髮 加在一起9米 這個只是45方 如果加熱最大 甚至少的房數又不一樣 是啊 這麼不適 這裡上來的話 可以做到兩間房 兩間房 這個房間的話 絕對可以放到兩米床 也沒有問題 如果是45方 按照它示範單位 這一種的裝修 它靠近這邊應該是走廊位 是不是 靠近走廊位 可以做到一間這麼大的房 如果做兩房單位 很特別 會不會說有走廊位數 沒有 透不透到嗎 透不透 其實不透到可以 不透到可以 因為這樣 這邊的樓梯位比較大 透到用多一點 這邊也可以做房間 或者茶室工作室 都比較多用處 本來公寓用處比較大 哪間大一點 其實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這間是因為窗口是到頂的 所以這裏還是要有窗戶 這樣會比較通風很多 不要開了 這裏門 有點危險 不要開了 到時 到時 清水 如果這間房間 這邊是否看出去 是 跟露台一起看出去 是 其實這邊做主人房 會比較好 我也是這樣說 是 如果是這樣 這間房間 裝修的時候 會更大一點 空氣也會很好 這邊 如果清水 幫客戶問問 清水 其實會不會有 這個 四米七八的窗 這樣 這個是沒有的 要客戶自己做的 二樓也要自己做 對 下一個人怎麼會有 即是收樓的時候 進來就是有門 是驗收之後 你自己再做 對 那裡不會有門 因為它沒有空間 沒有空間 對 前面是無空間 對 即是一進來就是一間 四米七八 然後怎樣做 就有任何選擇 對 剪輯商有沒有說 像時裝修風格 去推薦 會有 我們這邊也有 另外有包裝修也可以 另外我們有合作 有庫米 我想問一下 不是現在買的問題 就是如果好像示範單位 做到一模一樣 大概 幾千 這個的話應該去到 一千六百八十八 一千六百八 一平 那就是按照建築面積 還是實用 按照建築 建築面積 因為實用面積 是大陸建築面積 包在上面 包在上面 大很多 一定不止四十五 還有我留意到 我先說一下 我先說一下 他好像現在示範 他做兩個房也好 中間如果他不做中空客廳 他可能都可以間到一間房 都可以 沒有問題 其實這樣 不做這裏的話 其實兩間都可以 但是可能就 走廊位沒那麼大 可能他就要中間開 中間開 中間開都可以 中間開的話 兩邊入兩間房 接著這裏有一間房 是的 都可以 這個具體體設計 其實最好 幸好是因為無屁 你自己好來自行設計 具體體設計師 我也明白 是的 或者我們看看這個 屋苑 它會有什麼 這個 好世界中心有什麼 還有它的位置 在哪裏 OK 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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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好世界中心是位于文洛大岛和葡萄大楼之间的交汇处 上不下南左西右东 东边是属于水坑和新区 而南边属于西江西边属于绍兴端州旧城区 亦是比较近的亦是坑口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好世界中心这个楼盘就在顶湖 是属于顶湖这个位置 我们周边附近的话 东边就是属于水坑 西边属于坑口 所以我们属于顶湖的中心地段 就是水坑和坑口都是顶湖的一个位置 是属于中心地段 都看到是中心 因为它的政府就是我们隔离 就是我们隔离 真的在隔离 是真的在我们隔离 我们这边过去的话 开车大概五分钟就到了 五分钟 是比较方便的 而我们周边都会有几个公园 去看到我们最近就有个体育公园 体育公园 有几近吗 就在隔离走过可能两分钟就到了 就在隔离 就是旁边而已 就是旁边 所以这边来说 有什么呢 有篮球场和散步 这些就是小朋友玩的娱乐设施 全部都有的 是 这里晚上都很热闹 然后这边也会有一条特色封城街 这边 封城街 对 夜经济特色封城街 就是在顶湖山脆口后面这条街 整了吗 是 已经准备 现在正在建设 建设 预计是明年 预计是明年 预计很快 是 周边 顶湖口那边也会有个 北廉湖公园的 这个公园 我们这边过去的话 就算开电单车过去的话 大概只有五分钟 五分钟就到了 很近的 很近就是在政府旁边而已 哦 比较方便 比较近的 所以说我们周边公园的话 也有很多 我们后面最大一个就是顶湖山 顶湖山的负利子含量是最高的 嗯 那我们这边的公园 有个别单位 也能看到顶湖山这边 有单位可以看到 是 所以这边来说 是的 嗯 主要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交通方面 好吗 那交通方面的话 香港过来的话 高铁肯定很方便 那我们这边距离过去 新区这边的成功站 高铁站 这边过去大概20分钟 20分钟 我们门口就有个公交车站 公交车站 坐车过去的话 大概就要去半个钟 半个钟就到了 是的 那这里的话 到香港是直达去到80分钟 嗯 直达香港西九龙的 就是100分钟左右 是 比较方便 这边七日会比较方便 而且我们轻轨去广州 这些都很方便 都很方便 那这边来说的话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一个周边的一个 衣食住行的一个配套 刚才说了我们周边的公园 一些环境 那我们平时买菜 这些去哪个方便 那日后我们这边 就是一个商业性 商业性 是 其次呢 如果你自己自住的话 如果你想平时买菜 想去市场买菜 就是这样的话 可以去到我们周边 去到水坑这边附近 又会有几个市场 大概可能会去到 五个左右的市场 就是有五个街市 是的 还有周边的话 买衣服 都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来说我们这边的地段 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 都是很好的 我们这边的地段 是的 那我想问一下 那这个屋苑 它位置这么好的情况之下 那它自己又有些什么呢 可不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呢 那我们整个商场来说 我们的公寓就是一栋 就是一栋 就是一栋 那我们一个见面面积 就是五万方的 是 那就是这个商业来说 是有七万方的 那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就是近这个文洛大道这个位置 是的 这个位置 那这边是体游公园 这边就是 哦 这边是西立 这边是北面 北面是体游公园 那这边西面 属于顶湖山 顶湖山 这边南面是我们这边的小区 那现在说小区 有没有 小区 全部买了 住宅全部买了 那时候 那时候多久了 是的 应该去到2009年 2009年 很久了 住满了吗 不是 是2019年 那刚刚入货 有几年 有没有人住 住住 我们入住屋 可以去到八成的 这么高 有八成的入住屋 那比2009年的入住屋 而且冬时候 这边买的单价 还去到9千元 9千元 是真的 因为地段好 这边的空气好 而且会近回顶湖山 这边的空气会比较好 那我们重点说 这边买的那些没有 好 好 那我们公寓来说 一共是十七层高 十七层高 一到四层 是做一个商业体 是 那五到十七层 会做一个公寓 那在四梯 四梯三十四户 一共是四百四十四 四百四十二户 嗯 四梯三十四 四百四十二十四 ok ok 那这边来说 就是我们这边的户型来说 就向南边北边西边都有的 就是景观不同 嗯 首先一个向体育公园 或者向鼎湖山 和这边的南边的一个 我们这边的项目的话 都会有的 都会有的 有几种不同方位的户型 那这边的话 管理费是多少钱 我们这边是两元半一个方 两元半一个方 商业两元半一个方 其实是很便宜的 所以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 我比较关注 首先有几点 第一点就是 他留下这个四层高的商场 好世界中心的商场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业 还有没有招商呢 我们现在一直在招商 现在已经有很多大企业 要跟我们签注 嗯 然后我们这边来说 预计来说 明年呢 就会拆牌衫 明年年底会拆牌衫 因为其实我们最主要是 起这个商场 最主要是做这个商场 预计明年年底 会开始动工起这个商场 所以来说公寓 预计去到二四年的年底 可以交楼给你们 哦 即是二四年 现在是二年 到二四年 是 年半 对 对 对 即是交楼只会提前 不会推后 嗯 那基本上来说 公寓的话 我们这边的户型 是有四十一到六十方的 四十一到六十 那基本户型 都是一样的了 那我们每一个单边角位 就是一个D户型 就是五十八方的一个户型 它有什么不同呢 就等于入市 厨房这个位置 它会多一间房 就是这样 其他基本上 会形转向这些都是一样的了 即是厨房是 不是厚房式的了 就是独立厨房了 独立厨房 你也可以用来做一间房 查室也没问题 假如你不想浪费这间房 空间的情况 等下我都可以带你上去上面看一下 感受一下 可以上去看吧 可以 那我想看一下这个 看看公园这边 还有顺座山 其实看公园和顶座山 分别是什么方向 同样的面积 其实是增多钱 可能有客户都会比较关注这一点 增多钱大概都是去到 几十元一个房 增几十元 不是增太多 你喜欢什么就什么 对 对 对 OK 那现在我们这一个方向 就是望回 潮北的 就是望回体育公园 对 那这个单位的位置的话 这个大小就是 是私户型50方岁 50 50 52 是的 然后呢 露台的位置 露台 那我们可以 我都很害怕 应该可以走 脚震 我们可以 很高 可以慢慢过来 可以慢慢过来 快点快点快点 我怕 快点拍完 拍完 走 这边看出去 潮北的单位 全部都是看这里 对面的话 那里应该是 夜市封城街 对面那里是夜市封城街吗 是 那条街 那个不是广场来的吗 哦 那个是体育广场 对 体育中心 体育广场中间大草坪 是 接着有足球场 是的 足球场 接着蓝球场在这边 是 羽毛球场也有看到 下面有蓝球场 是 是的 很大很大的 但是我看到好像 应该还没有开 还是怎么样 没有人的 开了了吧 但是今天可能是平日 天 可能真的是平日 尤其是很热 很热 是的 三十多度 不要紧 我们都看到潮北的方向 就看这里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OK 潮西边的 这两个是有特色的 那就看回顶湖山 是的 顶湖山 这两个有特色的 会议 真的 真的是 工地来的 下面全部都是 石屎和很多水泥 看看上面有没有钢筋 掉下来 都要看一看 一戴着帽子都要小心 是的 OK 这边 好 这边才是 湖冰湖山 哇 五关斬六将 我们是 爬山摄水 真的 爬山摄水 小心一点 哇 这一边 我不知道这一边到时候是什么 它这边到时候会不会是 封窗还是长呢 不知道 反正我只知道 这里可以看得更清晰 我们的镜头应该在这个位置拍得更清晰 是 刚才看到公园那一边 那之后的话 这一只就看回顶湖山 我们进来这个 首先它的面积好像是60 58平 即是60平 没错 我也不确定 但是我们主要都是看景观 56 五十六 五十六 主要都是看景观 这边呢 看出去就是顶湖山 顶湖山 顶湖山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楼层 就是十楼的高度 是 因为我真的顶不住了 所以叫那个姐姐 好了十楼好了 我脚震了 真的脚震了 我也有点害怕 因为它幅式 十楼等于 小心 慢慢退 因为它幅式 四米七八的楼底 四米七八 十楼就相当于二十楼 我们现在在二十楼的公里 你看到这个楼层 已经跟别人的楼 差不多到它的顶部 所以的话 它的顶楼去到十八楼 十七 十七楼 十七楼最高的情况下 是 它就会是 三十多 三十多 差不多 三十多 真的 真的 所以如果说 喜欢这个屋苑 你对景观有要求 当然我们可以 上来 拍摄来看 你需求就可以了 嗯 但是主要的景观 我个人觉得漂亮 我自己个人 因为看了公园 就是顶湖山 潮南或者潮东 都有的 顶湖城市景观 是的 如果高楼层 也是无遮挡的 旁边所有的楼 因为都无高 是的 同时它什么时候 2024年的年底收楼 是的 你刚才说错了 不是年半 是两年半 两年半 今年是2022年 哦 两年半 是两年半 如果可以等的情况下 这个楼盘是可以的 是的 然后呢 它是会有反租 和包租 的选择 因为它本身 是有酒店托管去进住的 酒店托管 富米 是的 但是呢 我会建议 如果你不追求租金 你这个自己住 都是完全不错的 都挺正的 都是挺正的 是的 那因为如果清水楼的话 五百米一尺左右 嗯 你去到最小的单位 四十几平 都是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 可以上车的 所以喜欢这个楼盘 又想了解详情的情况之下 召唤我们 92906663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屋苑 最新的资料 和最全新的资料 没错 记住了 其实出租的回报 都是挺高的 但是如果你想了解的话 我们会更加详细地和你慢慢分析 是的 因为单位互应 不一样 没错 那或者呢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但是记住了 我临走之前 CIS36H 是 记住点个like才走 关注我们行艺节 YouTube channel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